還沒啊 不知道為什麼要講我的台詞 真好玩 他給我在整個講奏 欸 我都背起來 你還背不起來嗎 我背不起來你的 想說那是你的事啊 要把心想法... 沒有啊 我已經講完了 蛤 你不關心我嘛 應該的吧 欸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台詞欸 你們試圖怎樣呢 試圖把什麼什麼融合在一起喔 好色喔 哈哈 你奇怪欸 我要跟我媽講 你好煩喔 我們今天要聊這個東西 我想先問問你 是 請問你是AA字嗎 我個人認為是 看就知道了 OK 我是 你是嗎 某個程度是AA字 A減 我要跟我媽說我媽好看喔 喔 你媽也會說對啊 我媽 不會說錯嗎 媽 你知道什麼是AA字嗎 就是各付各的 你知道AA這兩個字是怎麼來的嗎 我不知道啊 但因為我的人 人生很少出現這個字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要付錢 就是出門跟朋友啊 就會覺得 讓對方付錢我很不好意思 所以反正我都是搶著付錢那個 不是不是我們先不要講到是跟朋友 因為我們跟朋友 跟男朋友 男朋友或先生出去也是 好我們就先把這一題框起來 就是你跟異性 出去吃飯 是 那先講這一段是 他還不是你的 男朋友 我會先講欸 我會先講說 欸等一下出去吃飯各付各的 或是等一下我會請 因為對之類的 你會請男生 對 因為我會先講啊 我不是會是後面才當場那邊 我覺得現場推來推去很難看 所以 那男的會給你請嗎 他們就不要不要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說是他約的或幹嘛 可是我覺得說 欸上次可能是 maybe是他付了 嗯 或幹嘛我就會說 喔沒有 我不喜歡這樣子 就是假課套囉 沒有 那不是假課套 我會有心理的負擔 如果沒有跟他交往的話 還要讓他付錢不是很不好意思 那如果第一次他約你的話 你會默認覺得應該誰先付嗎 默認了 會欸 欸我可以分享我的小故事嗎 當然可以啊 有男生約我出去年輕的時候 然後結果我去付錢的時候 他付了零錢 那時候是用銀票吧 三十幾天 他有銀子啊 有些稅銀 有稅銀 所以他付了稅銀 他付了零錢 然後我很不能接受 就是如果付錢是418塊 他拿了18塊出來 啊我錢包裡面就有18 這樣不好嗎 我不知道欸 但我年紀輕不懂事 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付零錢 如果我差418 然後我拿500出來 喔可以 我就會拿82零錢回來 對但我會覺得說 怎麼會掏零錢 那他找我零錢 因為我是一個很討厭 我不知道我就會覺得 所以我現在熱愛那個線上支付 所以如果 如果我在現場拿500出來 然後他說不用了不用找 欸我覺得這很帥 欸8加9 對啊你不覺得 所以你應該是喜歡那種沒有錢包 從口袋拿出來一疊的那種 對 喔 所以就這樣拿出來 所以你的key point 是覺得說 你要現場覺得比較簡單 流暢 對啊 應該說他 對我喜歡他第一次付費 是帥氣的那種表 那他拿折家券出來可以嗎 我不行 對不起 為什麼 那是第一種觀感 因為我個人就屬於比較豪邁的那一種 我就會不行 那你自己去付錢的時候 你也四億八 你就自己也拿500出來 對我就會掏整個 或者是 所以現在我才說我很喜歡 就是線上支付啊 我不用掏任何的錢 就B掉了 所以我最喜歡去說 欸我買單 所以女生的零錢包是這樣來的 我不喜歡零錢 非常不喜歡 啊 你500你自己付 不是要82回來 對啊 那怎麼辦丟地上 沒有我就會趕快說 欸我不知道欸 他們應該會知道 你不知道 我當然也不知道 我超討厭零錢 我就說那不要給我或什麼的 蛤 因為零錢在我的手上都會失蹤 沒有啊 鈔票在你手上也會失蹤啊 對 對 我人生處處丟鈔票 所以你是那一個 你覺得AA不AA沒有差 對但我很在意那個 但是如果 如果是我在追求你 假設我回到穿越過去 到35年前 應該沒有這個過去 35年前 嗯 50年前 他已經出現了嗎 他已經出現了 你會覺得那時候很帥氣的那個人 是去現場幫你把錢付掉的 然後或者是其實 我跟你的 你給我的撒贏是 如果我要跟你AA制 你就是沒機會了 對我是欸 哇 所以你願意給我付錢 反而是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面子 沒有我會 但我也不會去挑很貴的吃啊 就是吃飯的時候 所以其實你的做法就是 你試試看他怎麼付錢 對 我會觀察啦 好賤喔 不然呢 不是啊 只是因為這樣子要付錢 欸 他媽的我下次我也會付啊 你怎麼知道我 我怎麼知道我沒有下一次 對啊 那不好意思囉 可是我覺得這有點不一定欸 就是如果是 如果對象或幹嘛的 不管是曖昧還是交往 就是應該他會先了解我自己喜歡吃什麼 或者兩個會聊說我們要吃什麼 那就會對那價錢有所 大概知道啊 嗯 對 那我覺得出門就會已經 我自己想有可能很多小劇場 就說啊 不知道等一下人家要不要付錢 我會先準備好 那我覺得我的習慣是會先 跟對方說欸 等一下我自己付我自己的 理解啦 對啊 但如果真的是對方 像剛剛在說的 如果對方邀請我去吃飯 說真的我心裡頭會覺得說 嗯 他邀請我去吃 所以我會先認定 他有可能這次他想要請我吃飯 對啊 所以如果他在餐桌上跟我說他要A字 我也不會覺得這樣 只是會 心裡頭真的會打了一下折扣 所以即使你的表述就是說 男生那時候沒有大方的請客 你就會在分數上給他扣婚嗎 我會 對啊 那你就再提倡不要A字嗎 不是欸 但我覺得你不要把洞挖給我跳 你把它繞回來 不是啊 那如果我約你吃飯 你會覺得你付嗎 我約你吃 你約我吃飯嗎 對啊 我今天在追 我在追求你 我不要 我還這樣撕了一些 對啊 如果是女生約你吃飯 那你會出門就付錢了嗎 如果女生約我吃飯 你約我 對啊 我可能就不會管這件事情 怎麼啊 我們要結帳了 我覺得你就會自己去把帳結掉 我如果坐在原地怎麼動 那我就去把帳結掉 那你心裡頭什麼感想 心裡頭沒有感想欸 就是下一次你約我就不會來了 這不就是一個感想啊 這不就是一個感想嗎 不是因為 好 你約我 你約我出來 我們兩個人如果是有事情要談什麼 我們才會見面 沒有我們現在就是曖昧期啊 好你跟我曖昧你出來 那我一定付錢 不是那我現在是我喜歡你 我追求你 嗯我還是會付錢 你還是會 但是我就現在帳單在這邊 好 我跟你講喔 AA制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 很不需要討論的事情 我自己會覺得不需要討論 因為 像我就是會對方轉出去廁所 我就帳單直接拿來去付錢 對就是 不管哪一個 就是現在小朋友在網路上 在Dcard上面談的東西 我就覺得超級嫉妒幼稚 可是我不知道欸 各個網路工作者 就瘋狂的拿這個東西在聊天 就像我們一樣 沒有啦 我拿我老婆來舉例好了 她是你老婆欸 我老婆從認識我到這邊 現在 都是AA制的 怎樣AA 你相信嗎 她跟你AA 怎麼AA 她就 我是這個AA是不是 對我是AA 她是AA制 我老婆就AA你去付錢 所以都是我付錢 那不錯啊 那感受上 為什麼我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你愉悅啊 答對啦 因為我覺得這趟出去玩 根本不要被錢 控制了我們兩個人 彼此對彼此的感受 但你現在是因為跟她 有一些基底在 嗯 不管是你當初喜歡她 追求她到後面 現在結婚生子之類的 那是你們有一個 感情的基礎在 但我現在就是 我追 我是女生我追你 我約你出去吃飯 那你還要付錢 你對我並沒有情感的投入 那你付錢不會被送 不是 同理啊 你剛剛不是說 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對啊 然後如果我把它付掉了 你會覺得很加分嗎 對 對我來說 如果 你找我出去吃飯 我把它付掉了 那你就扣分 沒有 我也會加分啊 怎樣夾 我帥啊 蛤 你要切換角度 你算 我們今天切男方女方 我們兩個人一起出來吃飯 如果不是聊公事 就代表我們彼此有好感 那我會想要做 讓女孩子覺得有好感的事情 儘管我不喜歡她 這個時候 你硬要跟我AA 反而我會覺得很扣分 因為我會覺得你看我沒有 或者是我就害怕 像你剛剛心裡想的那個樣子 你跟我就just 我在想會不會男生的一些角度 我覺得因為我現在長 我現在年紀比較大 所以其實出門啊 我跟年輕的學生出去 或者是跟 比我小 年紀輕的出去 我都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在座裡頭 年紀最大的 或者是比較資深的 我就會搶著付錢 所以男生是不是也是類似這種心態 就會覺得我是 對就是年紀大 跟男生 有點類似等號 我就單切開來臭直男的角度 跟你們回應 因為網路上探討的 AA制內容 大部分是女方視角回去看這件事情 我的角度是這樣子 我今天跟你有好感 不管是你約我 我約你 我們出去吃飯 其實我在乎的是現場的氛圍 跟我們兩個有沒有共鳴 那 所以這個付錢 我會盡量是越peace 越簡單越好 不要變成 拿來衡量我們兩個人 未來有沒有可能性的一個指標 現在變成網路上討論的都是 AA的男生很小氣 有一定嗎 有等號嗎 沒有耶 沒有耶 然後我們就 網路上的文章就是 我故意要AA 我測試一下女生怎麼看我 這其實是在傷害這整件事情的過程 我們今天出來吃飯 結帳是最末端的事情 如果今天這頓飯吃了我們兩個是很開心的 還是現在很多人會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們也是有看到有些文章是說 就是覺得 大家都會默認是男生要付什麼的 所以會覺得不願意AA的女生 就是愛占人家便宜的女生 或者是為什麼都是男生要付女生不能付 不過你可以拿帳單去付啊 這為什麼不能付 對可是像你們剛剛說的就是我們可能默認第一次約會或幹嘛 我們默認了男生應該先付掉這件事情 可是就有種我們都能占人家便宜的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這些文章寫出來的這些人的起心動念就很奇妙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女孩子如果她心裡頭有那個點在 覺得說啊我這次出去我不想讓 第一次出去了我不想男生付錢我不想 因為我對她可能沒有好感 所以我覺得我想自己付 我就拿去付就好 我真的是拿著去付就好啦 有哪有那麼多問題啊 我覺得就是寫出來這一些文章的 我都個人認為她的起心動念都不太正確啊 所以我們男生如果去寫說女生就是這樣子 我認真跟你講這個作者就憑良心講有一點在 挑剔離間 那如果我們今天吃完飯 你付掉了錢 但是我可能瞄了帳單 我大概內心抓一個大概的錢 然後回去我就轉給你 我不喜歡 我可以接受 因為只要我們都是舒服的 不管各方面 警察 警察 我覺得只要是我們兩個的相處上是舒服的 我可以接受任何狀態的結帳 她會傳給我我也不會討厭她 她現場給我錢我也不會討厭她 因為我喜歡的是你這個 那你會收下 我會收 因為我會讓你舒服 開告 我會 我會讓這件事情是 完整 大家都接受的狀況 舒服嗎 因為有一些女孩子就是喜歡男生去付錢 那如果我喜歡你 那我會去付錢 因為這是我願意做的付出 這是 前提是願意 我今天跟你出來玩 前提是你我的氛圍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就算是你出錢 這頓飯吃都吃不爽 然後你從頭到尾都在靠邀我 靠邀不一樣的東西 講我不喜歡的話題 腹部不前都不是重點 但就是曖昧才去吃飯不是嗎 有時候是前面正常 大家當朋友的距離也說是好的 但是一close up 然後不小心看到 上面在講政治節目的時候 跟你講一大堆屁話 他就開始分屍技術 首先談戀愛不要聊政治 好嗎 答應我 可是如果在一起之後 兩個顏色不一樣怎麼辦 這就是很麻煩啊 閉嘴 所以這一定是在現場吃飯的時候 大家再更深入了的時候 才會發現的事情 那那天一頓飯 不管誰付錢都不開心 但是我自己會 如果像你剛剛講的 他是後面 他可能瞄到贈贈多少錢 然後後面再給我錢 或者轉贈給我 不行耶 我覺得他 我情願他大方地跟我說 那我們等一下去喝飲料 或者吃點心 我跟你講也吃不下了 當然是順利能夠到繼續往下個階段邁進 可能彼此有好感 你比較屬於男性 就是比較男生性的這一種 我個人是 因為我們必須要 比如說我追求你 所以是女生 不是 我是純男大男人的那一項 就是 你怎麼樣我都好 那你今天把錢還給我 比如說你又會給我 我沒關係喔 下一次我就可能會用這個錢 拿去買禮物給你 不夠買 沒關係 這是一個意義 這是一個意義 這是你上次轉給我的錢 剛好他夠什麼東西 我買給你 蛤 講錯這句話 很扣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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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不會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紀念耶 我真的請問他就是 你老婆對容忍度很高耶 因為從來沒有會回來過 你要有求生欲耶拜託 從來沒有會回來過啦 我自己我會看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去吃的這一餐 他我們的熟識程度還沒有到 但這餐的價格 比較超過我們現在的那個 深度的情況下 我會稍微看一下說 喔那我覺得我大概轉個東西 轉個轉帳給你 但是如果是小錢的話 我不會轉 然後我喜歡的AA是 欸那晚一點我們去看電影 阿電影我出 這個我OK 我的AA是 你一回合我一回合 是因為我對你的關係 我覺得有好感 我有期待 他剛剛講的意思是 我可能跟你吃飯的時候 我跟你 我請完這一頓 其實我不想跟你有下一部 隨時要跟你看電影 你可以拒絕我啊 當下很難這樣子啦 做過分嗎 當下很 好 我自己要講回來的點 是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要找女孩子去約會 那我自己的經濟條件的時候 可能是學生 現在在可能都是學生 不好嘛 那我們要幹嘛 我們 我有可能約你去吃 淡水那個叫什麼 老街 然後一人吃一串魚丸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通常要約你 因為我喜歡你 我想要帶你去哪裡 當然是有景色的好餐廳啊 欸不一定 他可以老街一路吃到飽欸 對啊 我帶你去看 我吃魚蛋啊 吃那個很高的雙麒麟啊 男生的角度是 我會希望展現我好的那一面 可是在路上逛街的時候 我才可以碰你一下 碰你一下 那時候我碰你一下 碰一下我就被搞了 被抓走了 不會好不好 你這樣有小曖昧 男丑性騷擾你沒有辦法 你要先看你碰哪裡啊 我覺得是我們會 做超過我分內能負擔的事情 但是今天如果我出去的時候 我衡量過我的經濟條件 所以我們一起去吃路邊餐 像你剛剛講的這一種浪漫 我會害怕我追求不到你啊 對啊 那我覺得那些餐廳或什麼 它其實都是你 例如我們去老街頂多 它都會看好喜歡的餐廳 都會知道大家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那AA 對彼此都不會造成任何的負擔啊 所以我覺得 就算不AA啦 在我的角度 對 就算 只要是我們排出來的行程 是在我自己的 可控制的那個金額範圍內 我覺得這已經不用討論去AA不AA了 說認真的華人 亞洲人就很喜歡搶帳單 不是 有什麼好搶的 你就直接在他去廁所 或者在他不知道的時候 像我就會去櫃檯 一進去我就會說 等一下錢我付 我就會把錢放在哪了 靠 我老爹就是有教我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有需要去應酬 然後每次跟他的朋友出去的時候 他就有交代說 千萬不能先去上廁所 對 然後我就會去付錢 膀胱如果爆掉怎麼辦 好可憐喔 我喝一大堆啤酒 阿伯阿伯阿伯 然後你到底要不要尿尿 夾超緊的 夾超緊的 他終於起身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可以 叫一件事情就是 欸 刷車 你們有聽過嗎 小朋友你們有聽過嗎 不知道 什麼是刷車 刷車其實要去吃婚 所以他們就是 你們去刷車嗎 然後我就會找一個有抽菸的 你們可以去抽個菸啊 我們等一下我再去叫個菜 我通常都會是趁叫菜的時候 去把錢付掉 嗯 不然每一次在門口打太極超煩 很難看 我來我來我來 你來你來你來 對啊 然後看他賬單三萬多 你來你來你來 變拔河啊 每一次跟他出去結帳 一結結 吃飯兩個小時 30分鐘再搶賬單 我覺得這次搶真的是麻煩 嗯 我個人認為 錢這件事情 超級容易影響到感情 超級 不管是你跟你的好兄弟 你跟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跟你的曖昧對象 我每次出門都在阻止我老公付錢 我每次跟學生聚餐啊 同事聚餐 反正只要聚餐 他出現了他就直接去 就跪台把他仗截掉 我說蛤 你幹嘛付 我們今天是我們聚餐 這就是演套的 他說你付完了 他說對我付好了 然後就蛤 對你看前面我們不是有提到 你要跟我AAA 其實我是有點難過的 因為我想要展現我的帥氣 對好像有的 男人的角度是這樣子 所以 真的去跟你講AAA的 我反而覺得害怕是 我們兩個沒未來 他給你展現完帥氣回去 Line的時候跟你講說 欸那個這餐423塊 不行 好啦如果你要搶著吧 這些這條錢買掉也沒關係 但是要付的新感情願 千萬不要回去的時候 才在跟女生要這些東西 怎麼樣怎麼樣的 欸他回頭要喔 那如果你真的是付不起 或者是付了會有壓力 不要付 因為後面就會變成 你們感情裡面的疙瘩 當作吃了一頓那個 流水飯 對啊 他有回請你 那你就尊度還好 你就算賺到 沒有回請你多好而已 不要回去算這些東西 當作是一種止损點 嗯 這樣你們感情會變得 純粹很多很多 那如果你有做到低一點 我們就是吃 我們能負擔起的東西 那你負擔掉了 你也不會覺得有壓力啊 講到這個 我想到我比較不喜歡的AA 是分手之後的AA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什麼意思 我沒分過手 沒事啦沒事 這樣也很好 不是 你知道有人分 就是他在交往的時候就是 可能是男女會有付錢或幹嘛的 有時候你付的時候我付 分手之後呢 然後男生就會把女生花哈的list 寫出來說 那你要把當初的這些錢還給我 蛤 你上一個男朋友放款了是不是 不是 不然怎麼會討債 沒有啊很多小朋友會分享 那他過程中都在記帳的意思嗎 對 男生就真的拿了 不是只有一個喔 記帳拿出來說 我們一起住 所以房租 當時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我幫你付那一半 我現在我們分手了 為什麼要幫你付那半 為什麼我當時要養你 就是要還給我 然後禮物會跟他要回來 因為這是我當時送你 一定有 分手後的A 我覺得比較可怕 這跟月經文沒什麼兩樣 在我們學校超級常發生 男生去跟女生追討 或是女生跟男生追討 東西的 分手啦 雙方都有 女的去要男的 男的要女的也有 我真的看到那個帳單 你出去送品很差喔 記事本出來 這吃飯 那時候你什麼 多少錢幹嘛 好不好好不好 一個女孩子跟男生交往 交往到後期分手了 女生去跟男生要車帶的錢 壞 因為男生跟女生他們講好交往 然後沒有交通工具 所以就男生去買了一台摩托車 但是當下就已經說好 他沒有辦法負擔這個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兩個共同使用 因為我們就是要使用誰才買它 那車帶就可能 你一起我一起 或者是總而言一半 分手了以後 車賣掉就好了 女生去跟男生要車帶的錢 因為車子是男生的名字 那把前面那幾期都要要回來 對 你前面有被在不能當副Uber嗎 沒有 他說車子是他的啊 你不覺得 你看這同理回推 男生去跟女生要 我當初送你的戒指 像戀房租 這又跟A字兩件事 這叫做撩臉 所以我要說我覺得 在一起前面A字 你可以知道兩個人的個性 但我覺得分手這種A字 如果要跟我算 這個分手A 這不是分手A 你懂我意思嗎 它是分手後的A啊 是啊 是A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討了 這等於是把你的付出都 再要要回來 這個是超丟臉的事情 那我很冒昧想要問 如果照他這樣算法的話 請問如果我們今天去開房間 房間前A嗎 不是啊 房間前A嗎 我跟你說這真的是 不好看 男生不付真的是不好看 我出錢又出利是嗎 好意思喔 都我出那你出什麼 出人 我也沒出人嗎 你出了利 我什麼都出了 我們回到正常的頻道好嗎 OK GO 我全部都給你了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啊 房間前A 該不該AA 房間前 房間前該不該AA 你A嗎 我不A A 所以默認男生要出 奇怪 你前面很大氣耶 不是兩個那邊就是 我不知道耶 這很難看耶 就是怎樣 怎麼樣 假設三千塊 你一千我一千五 不然你兩千我一千 你剛剛不是很帥氣的說 你可以自己出嗎 房間前你出啊 幹嘛AA 那為什麼要出 不是啊 那為什麼 出人出力啊 欸 你剛剛不是很霸氣 雙標啦 雙標想一下 所以你認為房間前該AA 好 我個人認為喔 房間前還真的不要AA 是不是 A的世界很沒有Feel耶 A感覺他們是泡友之類的耶 那泡友 因為泡的話房間前該A嗎 泡友感覺是該A啊 因為我們各自 他上次不是這麼說 他上次說長得醜的要付 要看顏值 對啊 可是我覺得 長得醜的我還聚殺小 你都有負吧 好 我個人的角度是這樣 不管是吃飯開房間各方面 誰約的誰付錢 你揪我的 但是通常都是男生約啊 沒有一定吧 如果 我離戀愛這件事情很遠了 我很抱歉 不是啊 如果你很厲害 說不定做口碑的你懂嗎 換人家來約你啊 你知道嗎 40北頭大蟒蛇耶 你會鑽喔 警察到底在哪裡 好啦不重要 我覺得是誰揪的 誰出錢 這OK啊 如果用這個當依據的話 我揪完了以後 下一次 你覺得蠻好玩的 換你揪我 那你出錢 媽的 那我太常出錢了 我一直在揪啊 對啊 那這樣子很合理啊 我覺得大家出去玩 都會很開心 然後大家去想一下 開心嗎 大家開心嗎 對 就站在 回來的立場是說 我們要站在一個經濟水平的條件上面 然後呢 是以高的那個人為主 還是以低的為主呢 什麼意思啊 各個輿論上面都是說 經濟條件好的那個人 要多出一點 No 沒有一定吧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去調研看看 還有所謂的AB制 AO制 What's that 因為他說的是 這個這也很不OK喔 網路上查到的 他說所謂AB制 是因為男方 或者是女方的某一方 他的收入較高 所以男方出七成 女方出三成 或者是女方出六成 男方出四成 這數學不好 沒辦法交往耶 對啊 那你怎麼知道 對方收入是什麼 我算得出來 你寸著要先給我看一下 這超低能的 然後 而且他後來還說 那你們結婚以後 也是可以照這樣子去講 但有的人會包裝自己 把自己講的薪水很高喔 那怎麼辦 那就白癡啊 你自己這時候應該要講低吧 蛤 說抱人低收入戶這樣 對啊 約會哪邊 約會 等一下 這是我的證明喔 我證明喔 所以等一下你付錢 因為我有證明喔 這是我的稅單 我今年售只有38萬 來鬧喔 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東西 怎麼會用這麼理性的角度去探討 我今天要跟你談的感性呢 所以我覺得千萬不要去看這樣子的事情 大家這麼快就會把薪資結構秀黑嗎 如果你說你是結婚完以後 大家開成曝空來討論 那幹嘛還要分你我 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婚姻 那我又聽到一派是說結婚完也要完整的AA字 請問怎麼A 超男A怎麼A 你A給我看 床單一人出一半 那要先剪開再扯起來 枕頭套 你要剪開 一組兩個也要除以二 在一起舒服愉快 才是重點 金錢不太會是很 不可以也不應該是衡量一段感情的依據 所以我們退回來剛剛講的 如果我收入高你收入低 我不想造成你的負擔 但是我其實負擔得起 所以我可以帶你去吃的時候 就說這餐我付錢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在我的水平裡面 我OK的 那你話沒有講好是不是變施捨 不會 就看你怎麼想 就看 如果你今天我的善意會變成這樣子而已 我們就沒有交往的可能性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就不需要交往了 因為我的態度就是這樣 同學們聽看看 不要因為其他的因素 改變你做人的態度 他會愛上的就是你這一個人 你不要假裝 現在就會開始假裝的很有錢 假裝的很大氣 才會產生這些網路上討論的 AA不AA的問題 沒有我們在一起舒服就好了 今天如果我的錢就是這麼少 女方的錢比我多 我就只能帶她去吃路邊攤 那你就去吃路邊攤 把自己的level就是拉平 不要做分外之事 因為她也不一定會這樣子就愛上你 我是覺得那個 真的講真的不管AA不AA 就是經濟能力自己可不可以符合 然後可以去負擔 如果彼此是有好感的狀況下 一個收入高還有收入低 請以低的為標準 這樣子你們就不會有難過 大家彼此都不會有負擔 如果你低的去追高 這個gap就會變成什麼 第一個是壓力 第二個是付出 會覺得我額外支出為了你 那我今天付了這條東西 我會不會想要跟你要點東西 你剛說了你會出人嗎 對 所以要A不AA都沒有關係 就只要現場氣氛氛圍是好的 那你看 我的角度我覺得我付了 我開心 那你就去付啊 那她的角度她覺得她再回清我 她付了她開心 那你給她付啊 何必要講得那麼仔細 那麼緊張 拜託真的不要在那邊 督帳單 排款欸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大家去唱歌 一群人去唱歌包廂內 然後你們可能 像我不喝酒 你們喝一堆的 那這個錢怎麼算 如果是這個狀態下我常發聲 因為通常都是我喝比較多 那一樣我會去把帳單買掉 那我會把帳單貼出來給大家看 自由樂捐 自由...帳單貼出來 嗯...帳單貼出來 自由樂捐什麼意思 我付100塊也可以喔 可以啊 蛤 可以啊真的 香油錢喔 但是我現在是 我要供奉你 沒有我們就是都貼出來 告訴你 如果真的有真心看待你的人 這都是小錢 我講真的那個 我真的覺得還好欸 這都是小錢 我如果去 是大家在算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講說 欸你不用付酒錢 他們會說 因為他們知道我不喝 我喝不了 他們是自己在算的時候 就把我框掉 然後我是自己算 把你框掉 咦 就是框在那個外面 嗯... 框出場了 嗯... 所以我就會自己是 那個他們算了一個底價 然後我再多付一點 我說還行 因為吃的我有吃 所以我自己是這樣子算 對 因為他們不跟我算酒 那我覺得多付的是我說 那我算吃的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那一來一往 其實差沒多少錢 所以每次我都說 直接分就好了 那個真的 真的 真的是差沒200塊啦 嗯... 差一點點 而且講真的出去玩 我都已經認識 等一下 其實跟你出去 應該沒差 因為你什麼都付掉了 你們要熱捐可以啦 他甚至就是不一定找得到帳單 因為他錢包在哪 他都不知道啊 嗯... 他跟他出去他每次就是這樣子 不管是誰 他就拿個錢包 欸 去付掉 去付掉 我告訴你喔 因為我們家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需求 常常要去搶帳單這件事情 從小我都被訓練了 不是等到點完菜 其實錢齁 我錢一天就給了 你也都不用跟我搶 他也不會出帳單 然後再來也有可能就是 我老爸就叫我去點套餐 套餐就是控制好的內容嘛 那我早就付掉了 你連帳單都拿不到 嗯... 然後我是要吃飯 我就先去餐廳說 等一下我結 我就錢先放在哪了 因為我老爹很重感情 他不想要到 搞到這邊就是跳破壁 很長 真的很長因為錢 出大事情 因為他覺得說 就像他剛剛講的 特別是老一輩的啊 會覺得說你沒給我付 你沒給我付 你看我沒有 欸我 突然想到 你們家的這個好習慣齁 你真的養得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不管是不是你約的局 你都會去把它付掉 別人生日常喔 他只是去參加喔 他也搶責付錢耶 把他付光耶 不是啦這個不能播啦 我老婆會看啊 後面我兄弟會把錢還回來給我 我們拾兄弟出去的時候 也會是有一個人先去付錢 但是我們從來不敢配過 從來不會 那感情到那邊 對我們就到那邊 這只是一個過場 就結束快就好了 誰先買掉就買掉 在IGFB 他們會有個揪唱歌的地方 揪唱...蛤? 揪唱歌 然後女生就會貼自拍照上來 蛤?為什麼要貼自拍照? 他就揪唱歌啊 歡樂歡唱幾點在哪裡 幾號寶箱 或者是還沒訂寶箱 嗯哼 就給我貼出來 男生一千二女生免費啦 為什麼 練財是不是 他不是AA字 那是約唱團吧 對那我去現場了 那我能怎樣 我能幹嘛嗎 呃... 呃... 半唱... 半唱團 奇怪捏 這樣子是對的嗎 網路上的 這明明就是大家唱歌 那個價格都是 那你們去嗎 但這也是你請我願啊 女生願 對啊 那我不願啊 那你就不會去那個局啊 我不會去 但是他就在網路上公開這樣揪 所以表示一定有這樣的客人啊 對啊你不覺得這樣會不會傷害到一些 自己的顏面 你回頭去思考 他這樣是對自己加分還是扣分 去的人都不會是他要的人 絕對不會 為什麼 他願意付錢啊 你只是要他的錢啊 你今天你揪他唱歌耶 你揪的耶 然後你開揪你零元 人家來來幫你出錢 嗯... 你有妹子陪你唱歌 是這樣子的喔 那所以我今天去現場 我不就等於去酒店 等一下 我有一個疑問 如果大家都是抱著一個事情 他想說 我去我付一千二有妹子 結果裡面全部都是棒子 怎麼辦呢 所以可以告詐氣喔 蛤... 所以他上面會有寫就是都幾個女生 幾個男生嗎 就是女生目前已有六位 然後男生上限多少錢 然後一個人一千八 你去回推那個包廂就算結完了 還有剩耶 如果他進去女生六位 然後五位是阿姨 只有第一位是這樣貼那個 退廢 好不好 這是家族聚餐 為了以示我不唬爛 這一集一定會後製 畫面在這上面 人都打馬賽克 你們看看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這種事 真的有 我看到嚇歪了 真的...對啊 真的... 已有六位女性 就五位阿姨 你也到現場才知道怎麼辦 如果進去都是退款嗎 你要是長輩我可以要求退費嗎 對啊 那這時候AA有得A嗎 他不是AA啊 他是全額付喔 那我現場 現場我可以做什麼嗎 我可能... 阿姨可以... 夫事長輩 那我... 要唱歌 阿姨可以幫你按按摩 那這個價格 林森北整條都可以去唱耶 好的 林森北會有阿姨嗎 那我去萬華 好喔 不要把這個事情拿出來這樣子幹 我覺得傷害到的絕對不會是男生 你用詞好好講好不好 不要把事情拿出來幹 幹什麼 你聽得懂耶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難受 然後最後扣分的都是女孩子 所以才會開始害我們要這樣子搞 我覺得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爸爸媽媽的那個年代 從來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 大部分是男主外女主內 那個年代 那時候比較父權吧 對那時候是父權主義的 男生就是負責賺錢 女孩子根本沒有收入 有 不要再講這種話 我會揍你 那個年代 民國初期二戰結束 這樣可不可以 咬我的年代啊 好不好 你阿揍可以了吧 OK 真的是很煩耶 那時候當然是這樣啊 那當然是 他只有他賺錢他付錢啊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到後來 比較近期就有雙星 有彼此自己的能力 你們在社會地位上面 本來就應該要有 本來應該要有 還給你們了 本來應該要有的 所以現在才會開始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 你去參考你老北老木的一些概念 事實上是走不通的 事實上是走不通的 講回來A不A不A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們現場有沒有辦法 保持彼此的那個 歡愉 舒服到底 好的 好不好 那千萬不要再拿錢來測試這些感情 千萬不要 網路上看到很奇怪的文章就跳過就好 那一種1800的 好不好 我現在開一團 男生入場免費 女生入場1800 進去是你這樣子的嗎 那 我也一樣喔 我等一下拍張 那會難上加難喔 我等一下拍一張AI的自拍照 馬上我要從成為民變金城武 他從後到底都是扶下巴在拍 好啦 不要以金錢衡量感情 好 我們這一集到這邊 Bye Bye